很多人都覺得這種顏色看起來一定會眼睛抛的 很恐怖 可是妳有沒有發覺這邊畫完之後反而比這邊看起來比較有神 而且輪廓立體了 有耶 好看 老師老師 我有一個也很適合他的耶 乾脆送他好了 哇 藍色配件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這是我收藏的耶 你收藏了很久了都沒有機會帶嗎 對 因為他們這個品牌送我的 然後他們只有限量大概全球只有幾個而已 然後就收藏了 好棒喔 我是一直不知道說哪個收藏 我覺得巧克力好適合那種 很濃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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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蠻美的 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好美喔 剛剛要幫他表演的那個呢 這是他們出的全新的睫毛夾 而且呢 你在用的時候你會覺得它那個滑順度很好 然後呢 貼眼皮的時候啊 也還蠻順的 就是對我們東方人的眼睛還蠻順 因為其實睫毛夾是專門為東方人設計的 因為外國人他們都有自然捲睫毛 又長 他們很少用睫毛夾 可是每次睫毛夾都會夾到皮 對 弧度都不好 都不夾到 試試看 哇 你徒手就可以了 你好厲害喔 用鏡子耶 有嗎 好好笑喔 我輕輕夾兩下而已耶 整個變垂直 而且很好夾耶 因為它這個他們就是研究了很久的那個 符合人體工學 就是你在用的時候 還有它在眼皮上面 很適合東方人 很適合東方人 然後再來 你有睫毛短的問題嗎 有啊 誰會協助 我睫毛太長 只有睫毛稀疏的問題 有 你想要你的睫毛爆開來嗎 當然要 當然要啊 這隻 又是他們出的喔 不是 這隻在法國賣翻了 在台灣有賣嗎 我們曾經有 台灣現在最近有了 在那個風很小的地下樓有在那 它呢 是我們之前在節目上面告訴大家講就是 這個睫毛增長液有一些不同的這種配方 幫助我們睫毛生長 對不對 其中有個最厲害的就是 以前是拿來做青光眼治療的藥 那這種青光眼治療的藥它的副作用就是 黑眼圈 毛髮濃密 會長 會長毛 好好的副作用喔 好厲害的喔 喂 對 對 但是你現在不用青光眼了 這一隻是目前全球僅二的 現在有兩隻 有兩隻的睫毛增長液 這是其中一隻 它叫M2 這一隻呢 它就是可以幫助你睫毛增長 它是像眼線液一樣 然後你把它刷在睫毛的根部 刷在睫毛根部 不要太貪心 你不要想說我一定要很快很快長 不要太貪心 剛開始一定要薄薄的一扯 因為它會快速地刺激毛囊 等於就是 強迫這個毛囊 一直跑步一直跑步一直跑步 所以如果你太貪心 擦太多的話 很多人擦完之後 會發覺會有黑眼圈 是因為你擦太多 太貪心的時候 因為那種毛囊 好累好累好累 就周圍就會感覺 好滿累休息 那如果我們像這樣前擦 會不會比較不適合 會適合睡前擦 這個是適合當作保養品 所以通常它會建議 就是三到四個月 持續使用三到四個月 你的睫毛 絕對可以比現在變濃兩倍 增長一半的程度 然後它就是 如果你停用一段時間之後 你的睫毛就會回復原來 原來的 所以 回縮回縮 對它就會停止 就是回復原來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 剛開始的時候前三到四個月 就是可以每天用 然後大概你覺得長長了 差不多之後 就把間隔的時間拉長一點 譬如說三天再用一次 或一個禮拜用兩次 這樣子 變成保養 前面就是治療 後面就是保養 那個睫毛真的 你會發覺 Oh my God 所有都回來了 我很想長眉毛 所以我有買一支來擦眉毛 這個 結果呢 結果藏到這裡 沒有就是 原本已經 那種毛囊 你修眉毛 修了不長 它會發出來 結果你現在變蠟笛小型了 然後我的睫毛也會 真的有變長 因為我睫毛是斷斷結的 刺激睫毛 就是睫毛強化有三種 一種是青光眼睛 它是真的會刺激你的睫毛 然後生長 另外一種是胸腺素 胸腺素其實就是 也是放在生髮的藥裡面 它也會幫助你的毛囊 刺激毛囊生長 然後第三種呢 其實是萃取液 跟強化睫毛的這個毛髮結構 那它呢 其實是會防止掉落 它會防止掉落 然後讓你的睫毛 比較強健 比較粗 粗一點點 它不見得會刺激生長 第三種呢 其實就是養護 那真正能夠刺激生長 是前面兩種 難怪啦 好小 小菲老師你要用誰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 大家都很愛的一個牌子的眼影 對 大家知道這個牌子嗎對不對 讚 我現在手上的台灣還沒有 大概六月就會上市 月底 六月初就會上市 在日本 但是在日本已經搶購一空了 這個已經是在台灣尋溫度非常高的 它又出新色了 看一下這個 哇 又是來了 又是來了 它就是像度假那種 對 海岸的那種氣質 然後另外一個你看這個 好美喔 香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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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個沙灘上面的痕跡喔 對 而且這個最棒的是它裡面所有的粉末都是純銀 就是銀色的那個光澤都是純銀 所以你再打上去的時候就發現 重金屬在裡面 你會覺得哇整個那個 貴金屬 貴金屬 重金屬要受罰 很貴的貴金屬 貴金屬 然後像這個眼影它是最新最新的顏色 熱騰騰的 剛剛才做飛機過來的顏色 我這邊還有更極致的 哇 這個 這個好像那個Licky Gaga的感覺 那其實我覺得像這樣的眼影霜 很適合眼妝 比較容易出 會容易出油 會有眼折的人 用它呢就比較不會有脫妝的問題 它是一種持久性彩度比較高的一種眼部的彩妝 哇 對 然後我們剛剛講說日本的彩妝很喜歡出一些有亮粉 有亮片的對不對 那我手上現在有一個這次我新發現它是超極致的珠光 你看這個顏色好亮 它非常亮 你看 哇 好亮喔 你太Kila了吧 這要幹嘛 這個好就是 好像是螢光星 比如說你要打亮局部眼頭 或者是輕輕疊在這個畫完眼影之後 薄薄的加一層做亮度 或者是有時候參加party的時候 你需要比較重的妝的時候 它的視覺效果就非常好 但重點是它是帶一點點香檳色 你看 它不是這種正白的燭光 或不是它不是純銀 所以它的這個抛眼的問題比較不會產生 然後它還有這種比較咖啡的顏色 你看這種比較大地的顏色 然後我們沾一點點用 這個應該就很好用 它就會帶一點金 這個好看 很膚很膚好看 對 然後它在光線下的折色就會很漂亮 好自然喔 好自然 非常自然 所以說像這樣 日本人它在開發珠光的這種材質 真的非常有創意 對 那我們就來 小蠻 小蠻 阿蠻 那你自己選你要是哪個顏色 小蠻 我要自然那個 凱文老師我剛剛偷擦你的金色 我們都在旁邊擦了起來 它是透明的亮面 然後另外一個是有顏色的金 這個是有顏色的 然後我又擦透明 一層跟兩層的顏色都不一樣 對 好可愛喔 這跟我已經直接帶走了 我現在還發現 你有沒有東西沒有介紹到 這一個眼影棒 眼影棒 這個眼影棒 這個牌子的眼影棒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一般像這樣 你給他看一下 轉出來像蠟筆式的眼影棒 都有一個問題就是 遇到溫度或油 它就會暈開來 對 或脫妝 這個是 常常會畫到下面來 對 這個是當中它 因為它會揮發掉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 自動定色定妝 它不會暈開來 它超持久 對 非常非常持久 所以說 如果你想要用這種 蠟筆式的眼影棒 眼影棒就可以用 像這樣的一個質地 我們先用這個打底 比如說 這也是貴婦等級的 對 它非常好用 我們只要輕輕地 扶在我們的眼部 很好畫的感覺 感覺很好畫 很顯色 非常顯色 很好推 很好推 六個顏色現在 而且都捕獲進來了 好 輕輕的 我也不知道它要用在哪裡 輕輕的用手把它推開來 它就會自動變成一個 小小的煙燻妝 好顯色 這全身妝 你看這樣子 好看好自然 有沒有 它會變成自動有一個 好像畫了很多咖啡色的修飾 可是又有保留了該閃的光 對 一般像這樣 小蠻 像小蠻 像小蠻 這樣的膚色畫大地色系 常常會 讓人家覺得暗沉 可是這個咖啡色 它就帶有一點點 很棒的金色的那種光彩 所以它畫上去就會覺得是立體 也不是泡的這個 它這邊有一個洞 輕輕的髮型 而且很好推 很好感受的感覺 這樣的時候如果用它就很方便 對 立即上妝 露上去就是 而且如果你擦上去啊 你就不用理它 大概三分鐘之後 它就定妝了 它就不會暈了 它就不會暈了 所以不容易有眼摺的問題 對 完全不會 然後 然後或者你可以把它當作打底的之後 我們來搭配你自己想要用的眼影的顏色 最簡單最簡單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底那個蠟筆式的 先打好一層底之後對不對 對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KIDA KIDA的 朱光粉 我們只要加一點點 加在哪裡 好我們只要先從折痕內輕輕的點上去 不要先不要點太高 我們慢慢的這樣點上去 輕輕的這樣 先畫深色再畫淡色 等於這是打亮 你看 有沒有 顏折裡面有一個 一點點而已 自然的微光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 這樣感覺雙眼皮更深 明顯一點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範圍稍微再加高 切 輕輕的把它暈到眼窩的位置 讓它有一個漸層 好亮 輕輕的這樣 延展開來 像這樣子 它的光澤感要更漂亮 哇 好美 這樣就有自然的眼窩 對 好深喔 因為很多人想要創造眼窩 會在這邊加很多的顏色 可是 它 就是眼窩 眼窩女王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再把亮度 內層這個底層的亮度 加高之後 其實它的對比感 就會讓眼窩 眼窩自動的跑出來 好深喔 對 然後如果你想要讓你的眼妝更立體 我們來用剛剛那個最亮的顏色 好耶 它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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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以為這裡要打眉骨 塗在這就變白皮型了 眉骨 眉骨 現在什麼年代了 沒有人打到眉骨 眼窩 這個我們只能用一點點喔 一點點喔 一點點喔 一點點下在哪裡 好 我們可以呢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用大地色系的那個眼影筆 先做輪廓了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後面用珠光都還好對不對 沒有想像中可怕 可是為什麼很多人用這個顏色會有問題 是因為它都沒有先做輪廓 它拿眼影來就直接把這種最亮的先塗上去 所以就整個腫起來 然後你要再加深就來不及了 因為會變柔柔 顏色會變濁濁的 所以你現在已經有一個咖啡色的立體漸層之後 你用這種珠光呢 你就可以把它輕輕的加在中間的地方 也是靠近根部喔 靠近根部 對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就是在雙眼皮折痕裡頭 你看有沒有 哇 那一條那個光 很閃喔 閃光的線更明顯 哇 然後呢 眼睛好好閃 如果你要讓它 如果你是剛割好的時候 要去參加太多 對 晚上要加妝對不對 換上禮服或者是比較炫的衣服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範圍再加大一點點 像這樣的顏色啊 像弱芽用也OK 超OK 或者是像深色皮膚像巧克力這麼深的也OK 因為重點是我們剛剛講到 好亮喔 它都是有香檳色的基底 所以是適合亞洲女生來用的 對 就不用擔心 對